接下来看到的是美股科技股在本周一开市就表现欠佳 今年以来表现最好的纳斯达克指数 周一开盘之后下跌了近2% 道琼跟标普500指数同样走跌 而在欧洲股市方面 周一全面走低是近一个月来首度单周涨势当中回档 投资人正在消化反应错综的经济数据 带你来看欧美股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